天主教能够有艺术品吗? 什么叫做艺术呢? 我们知道意大利文叫做Arte,来自拉丁文的Ars。 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呢? 现在叫做艺术,可是最早期的叫做技术, 就是我们人类所看见的人事物,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制造一个作品,就是艺术。 所以从起初古人都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些艺术品, 比如说他们所打的猎物,或者自己的身体, 或者自己吃的一些食物, 或者代表自己的身份的一些画。 那可是人类也想画出看不见的神明, 像这个是宙斯。 那么可不可以画天主的面貌呢? 这个问题。 那在以圣经里面的, 我们知道天主透过梅色, 说不可以为你制造任何的仿佛天上、地上、 或地下水中的植物的雕像, 不可扣拜这些像, 也不可以敬拜。 所以好像圣经说完全不能制造偶像, 也不能拜他。 那什么叫做偶像呢? 我们看这个圣勇, 他也说的就是人类用自己的手所制造的一些作品, 可是这些偶像, 他们有口可是说不话, 然后有眼睛可是看不见, 有耳朵听不见, 所以制造他的人, 扣拜他的人, 要变成跟他们一样, 哑巴。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罪, 一个诅咒。 可是我们看, 譬如说在圣经里面的梅色得到十戒的时候, 包括不能拜我像这个诫命, 人类等不及, 然后他们制造了一个金头做的一头牛, 来扣拜他, 然后梅色下山就很生气, 把这个圣像毁灭掉, 因为他们把他们所拜的神, 像埃及人, 他们拜牛啊, 还有其他的动物, 所以这个变成他们的神明, 就是他们误会, 他们就把拯救他们的神, 化成一个比较熟悉的, 像其他的国家, 他们拜的牛, 像埃及他们拜牛, 所以他们就制造一头牛。 可是在圣经旧约当中, 也有一些话, 跟刚才讲的有点矛盾, 因为在圣经, 天主也吩咐每一次, 要在约会上制造了两个格鲁宾, 格鲁宾就是有翅膀的天使, 这个就是约会, 或者在另一个地方, 要讲大祭司, 他司机穿的衣服上面的, 也说要有一些石榴出现, 所以他也是矛盾, 因为刚才说不能制造任何的东西, 包括水果, 或者在旷野的故事当中, 犹太人犯了罪, 然后天主派遣一些毒蛇, 咬死他们, 他们忏悔, 那天主也吩咐每一次说, 如果你做了一个金头的蛇, 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, 谁被咬的人看见他, 就不会死了, 所以天主也吩咐他们做了一些偶像, 那么在新约当中呢, 我们知道天主也在圣经里面的, 完全禁止拜偶像, 比如说这个是圣保禄宗图, 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城市, 行了一个奇迹, 然后大家认为他是一个神明, 来在人间, 所以他们来拿了一头牛, 想要拜他像一个神, 然后他非常的拒绝这个行为, 所以在圣经新约当中, 拜偶像也是被禁止的, 那么犹太教呢, 犹太人虽然我们知道, 他们基本上不能画任何的画像, 可是在自己的会堂里面的, 他们也有在墙壁上画了一些圣经故事, 像这个是一个古老的会堂, 那初级教会啊, 他们原本都是来自犹太教, 归于耶稣基督的人, 他们也一样的, 在自己的地下坟墓, 墙壁上他们也画了一些画像, 像这个是耶稣为上墓, 所以教会也有保留一些画像, 那在一段时间当中, 有一个叫做破坏圣像运动, 就是一个环帝开始说不能拜偶像, 然后毁灭了很多的圣像, 那么从这个问题, 教会开始开会面对这个问题以后, 就决定说可以拜偶像, 可以拜圣像, 为什么呢? 因为像这个大马师格的圣若旺所说的, 他有分尊敬这幅画, 跟敬拜这幅画所代表的真相, 又有差的, 我举个例子, 我皮甲里面的都有我妈妈的照片, 就是这个, 然后我就带着他, 想念他, 他还没死, 可是我就会看着他, 就想到我的妈妈, 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妈妈, 这个是我的妈妈的小照片, 可是代表我的妈妈, 所以我会亲吻他, 尊敬他, 爱他, 所以如果一个人看我的妈妈说, 哦好丑啊, 我就会生气, 我会伤心, 所以一样的道理, 我们看了一些圣像, 不是说我们亲吻他, 爱他, 就是爱这个木头做的东西, 我们是爱尊敬他所代表的真人食物, 比如说天主啊, 圣母玛利亚等等, 那所以这个会议, 他就决定了, 可以敬拜尊敬圣像, 那在西方, 一个教宗很重要的叫做, 而我略一世, 他就说了这个想法, 为不适自的人而言, 这些现象就是一个, 一部经文, 所以在教堂里面的壁画, 也可以称为贫穷人的圣经, 这个贫穷人的意思就是, 文盲人的圣经, 好, 谢谢。